风广集团 华氏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华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智慧财产权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是智慧财产权法第十六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专利权 让我们先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介绍的是专利权的取得 再介绍是专利权的效力 然后专利权的期限与特取实施 接着是举发与专利权的消灭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不缴交证书及连费 就不能够为专利核准之公告吗 如果不予公告 那它的效力为何呢 那一百年我们有做了什么样子的修正呢 好 在我们一开始 我们可以跟各位来讲 就是我们的专利权 它的取得 我们是采用先申请主义 那么经过了审核予以公告之后呢 你才能够取得专利权 所以公告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定了 那么因此我们在民国一百年呢 就修正了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说呢 申请专利之发明呢 经核准审订的 申请人因于审订书送达之后 三个月内呢 缴交证书费及第一年的专利联费之后 实予以公告 借其未缴交者呢 就不予以公告 这个修正的理由啊 他是说呢 第一项修正的专利申请案呢 应该呢 经过审订之后呢 在未缴纳认输之时呢 以及他未缴纳第一年的专利联费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因为他还没有取得 还没有取得这个专利权呢 所以就没有专利权的这个存在 所以就不会发生呢 这个所谓的效力 因此就把原来旧法里面呢 有关于专利权之时不存在这个规定啊 把它删掉了 对这个题目呢 我们在前面呢 我的这个书本里面呢 就一直谈这个问题 我们谈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专利权的取得啊 我们都知道它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它的新颖性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实用性 第三个是非显出性 或者叫做进步性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说一般来讲 满足了这积极要件之后 而没有所谓的呢 消极要件的话 原则上它就是呢 可以呢去获准注册 然后取得了专利权 可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个第52条的规定呢 我们就发现到说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经过审核 审定书审核之后呢 你没有在审定书送达之后的 三个月之内去缴交你的呢 这个专利费用 或者是呢 没有缴交第一年连费的话呢 你就不能够呢 获得公告 你没有办法获得公告呢 到底你的专利权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呢 那我们现在的修法就认为说 这个专利权呢 因为你还没有公告呢 所以当然就不会有专利权 那不会有专利权呢 就没有所谓的专利权存在的问题 所以就把我们旧法呢 说专利权致死不存在呢 这个把这个删除了 好 如果你删除了的话呢 那到底专利权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呢 我们发现到一百年的修正之后呢 仍然是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 所以我在呢 我的书本里面 就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 坦若我们认为公告 一定要经过公告 才能够取得专利权的话 那我们以后就必须要认定 专利权的取得 必须含有一个呢 程序要件就是要 缴交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证书费用 以及呢 第一年的联费 如果你没有缴交的话呢 你就是不能够取得专利权 但是这样子呢 就好像又跟TRAPS里面 本身的规定呢 又有冲突了 所以呢 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这个第52条的 这个修正案呢 是不是应该要再去想到 严谨一点 但是我们在修正案上面呢 就已经呢 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虽然说把这个 这个为缴纳子的 不予公告呢 我们把它修正成为这个条文 然后呢 把这个专利权致死不存在 把它删除 可是这样子删除了以后呢 我刚才说 你没有办法去认定呢 这个专利权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 而且呢 你这种删除以后呢 是不是会是有这个 过于苛责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呢 这个专利权的这个申请呢 这个以及它缴纳这个 证书费用跟它第一年的联费啊 原则上呢 它应该是属于一个 法定期间 也就是所谓是属于 叫做不变期间 那不变期间呢 如果你借期没有缴纳的话呢 原则上你的这个专利权呢 就是呢 没有办法取得 因为你没有办法获得公告嘛 没有办法公告 你就没有办法取得专利权嘛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个不利益的结果嘛 那如果真的是严格这样执行的话 那显然专利权的取得跟公告 有相当大的关系啊 那如果我们认为说专利权的取得 跟公告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公告是要让你去 能够呢去行使你的专利权的话 是不是呢 这样子的处理会比较好 那因为我们的修正以后 把致死不存在这句话删掉以后 那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弹性了 所以呢 它就在这个 同条的第四项里面呢 就是说 假设 这是因为你的这个不注意 就是假设呢 这个时候是因为你个人的一个 非因故意 非因故意啊 就是可能是过失也可以了 就是如果是因为你的非因故意 结果呢 你没有在这个三个月之内 去缴交这个证书费用的话呢 那这个期限经过了 期限经过之后呢 如果借满六个月 借满六个月呢 在这个六个月之内呢 你去补缴了这个证书费用 你也缴了这个两倍的 两倍的这个第一年的 这个联费的话呢 我们还是可以给予你专利的 用这种方式呢 就解决了 我刚才所讨论的 这个专利上的一个困难 那我们一般来说呢 这个公告呢 跟这个公开实际上 还是有所不同的 那这个公告是你的专利权的取得 公开呢 只是将你的主要技术内容呢 与云呢 这个招式揭露 所以公开跟公告呢 之间是有不一样的 那对于公开的部分呢 我们后面呢 会来讨论 所以这个案例呢 是让我们可以知道 专利权的取得 到底跟我们的公告呢 是不是有相关 让这个案例呢 让大家能够了解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这个请看呢 我们的VCR 专利权支取得案例 甲申请整合式 无线监控系统新型专利 经智慧财产局 于94年公告准与专利 然而 已在91年标得 桃园县警察局之 天罗地网专案 监控保安系统架构 及功能建置案 并且已经实施完成 用于97年6月标得 花莲县警察局 重要入口监视 以及录影监视系统 整合采购案 并安装于 花莲县政府警察局 及各重要入口 上开招标 所使用的技术 为假专利范围内的技术 假主张 该专利使用的技术特征 与他已申请的专利 是一样的 但因天罗地网专案文件 是以招标文件的方式呈现 并非建于图书刊物 且并未全部上网公告 应不符合专利法第94条 第一项 所谓公开之要件 因此 假依法取得该专利权之后 已即不得继续施作 然而发生的情况是 已未取得假的授权 及自行使用该专利 已严重侵害假的权益 于是发生争执 99年度明砖数字第229号 好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我们本案的真点 这个有两个 就是第一个呢 这个假 是不是呢 它可以请求以 这个继续施作于 这个专利申请前的 以及实施的一个技术内容 第二个呢 就是天罗地板章案呢 它的技术内容 是不是可以作为呢 举发假专利无效的 一个引证案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知道 凡是呢 这个可供产业上利用 的这个新型 这个如果呢 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 依照本法来申请 来新型专利 这是我们专利法第94条 第一项第一款里面 规定说 申请前你如果已经 鉴于看物 或已经公开使用了 这个是我们的旧法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 所谓的公开使用 这个字词啊 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它什么叫做公开使用 所以公开使用呢 就是指的 我们将专利的技术啊 它手段呢 实施于这个物品 或方法之上 然后呢 这个依照呢 这个技术功能的使用行为 或者呢 这个透过制造 或者是为贩卖之邀约 或者是为贩卖 以及进口等等行为 而揭露技术的内容 使这个技术呢 处于公众所得知的 一种状态 这个我们称之为公开 但是呢 公开这个使用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旧法 我刚才讲 旧法第94条呢 我们已经修正了 已经把它修正掉了 那这个修正我们已经呢 这个把它删除掉了 那这个删除掉了以后呢 我们把它改成叫做公开实施了 那公开实施就跟公开使用呢 是有所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面来讲 公开使用是公开实施的一种情形 这是公开实施的一种情形 也就是说呢 这个使用呢 它是在这个实施的一个内涵里面 如果这个使用呢 它已经呢 这个能够透过这个使用 这些行为 而揭露了这个技术的 主要技术内容 而这个主要技术的内容呢 已经呢 能够使公众得以知悉 它能够有这个知悉的状态 它并不是要真正的 实际上能够知道 也不是说 你这个主要技术内容呢 已经能够被这个公众呢 能够确实地去拿来运用 也不需要 你只要说你这种的状态 让公众它可以知道 它可以知道 至于这些公众 它是不是知道的不重要 不重要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公开实施了 就叫公开实施 那现在这个乙的这个看辩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案子 因为这个 这个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道路上面有很多这种监视系统 那这个监视系统它 它这个电脑的这个 这个程式系统里面 它是有专利的 那因此这两家公司呢 就在那边主战了 所以假就是说 这个你这个乙啊 你这个得标的这个技术呢 跟我的这个技术呢 就有点类似 那这个彼此之间的技术 如果是重复的话 那你就欠缺了新颖性 进步性 你就不应该去取得专利了 所以就因为这样而发生增值了 那这样发生增值呢 那主要就是说 这个增值的这个三点 就是天罗地网专案的系统 它相关基本设备的架构 有这三个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路口监控的 这个这一端的这个相关设备 第二个呢 是有关于呢 无线微波终端网站的 这个相关设备的内容 第三个呢 是监视远端的 这个标德厂商所施作的 这个天罗地网呢 它必须在这个远端来监控的 那因此呢 它认为这个你啊 在建制完成的时候啊 你已经公开的使用了 因为你已经钻到了这个道路上面嘛 建制完成的时候 你就属于公开使用这个技术特征了 那么因此呢 根据呢94条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删除了 这个94条里面呢 你这个地方应该是已经呢 符合94条的旧法的规定 你已经在公开使用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你所主张的这个发明的专利呢 应该是 这个欠缺的这个要件呢 因此呢 就得到了一个 一个侵害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 我们现在来讲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理解 你专利权的取得 你必须要符合我们专利的 所谓的积极的要件 这个积极的要件里面呢 就是你必须要具备有 这个所谓的显著性 非显出性跟进步性 还有呢 这个所谓的实用性 那现在甲 他就认为说 你这个乙呢 继续在实施的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侵害到我 而且呢 你这个天罗地网的这个技术呢 事实上呢 你已经是无效的 因为你已经公开使用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甲呢 他的这个主张呢 是不是呢 可以合理的主张呢 那这个部分呢 在法院的判决呢 就非常的清楚了 我们就利用这个案例呢 让各位了解 专利权的取得 他的这个重点之所在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第三个题目呢 就是所谓的专利权的这个耗尽 专利权的耗尽原则 什么叫专利权的耗尽原则 那么在我们民国一百年呢 对这个部分 又做了什么样子的修正 我们说呢 这个专利权人呢 原则上他在取得专利之后 他就拥有了 排除他人 这个制造 使用 这个销售 这些的这个权利 但这个排除权呢 也就是所谓的 他专有权呢 这个会受到 专利权耗尽的这个影响 那也就是说 我们根据呢 这个专利权耗尽原则呢 这个专利产品的买翻呢 他是不需要得到专利权人的同意了 就能够使用销售 这个专利的产品 所以呢 专利权耗尽原则呢 我们也被称之为呢 第一次销售理论 理论啊 就是Payton First State 这个Ductrine 但是这个所谓的第一次销售理论呢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说这个产品呢 它的第一次呢 这个合法的流入到这个市场上之后 而这个专利的产品呢 被他人买去了 那这个第三人买到这个专利的产品以后呢 他就可以再继续的 再把这个产品呢 再卖给别人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专利产品的专利权人呢 对于这个产品的专利权呢 他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所以一般来讲呢 这个叫做专利权的这个 所谓的耗尽理论 这个专利权的耗尽理论呢 原则上这个专利的买方呢 他不需要再得到专利权人的同意 他就可以再来处分收益 使用这个专利的产品 那么西方的学者呢 就把它称之为 我们刚才讲的呢 叫做呢 这个Paternary First State 这个Ductum 这个第一次销售理论呢 这个部分呢 我个人 在我的书本上面 一直在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 实际上呢 这里面出现了两个权利 所以两个权利呢 比如说 我今天呢 买到一个具有专利的 这个产品 假设我现在买到是一个 具有专利的 这个原子笔好了 我现在假设这个原子笔 它是有专利的 那我这个专利是从哪里来呢 从这个甲这边买到的 那甲卖给我这支笔以后呢 因为它这是有专利的 那我能不能再把这支笔去卖给别人呢 那我们说专利权耗定理论就是说 我是可以再把这个 这支笔再卖给别人的 好 那如果我可以把这支笔卖给别人的话呢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物权的处分 这个笔是我的 我拥有我的所有权 所以我可以把这支笔卖给别人 但是如果说 这个笔是有专利的 那我在这个笔啊 它在写的时候 它不会这个水跑出来很多 它也不会断水 那这个可以非常的流畅 所以因为它有一个专利的笔注在里面 那现在我能不能呢 去利用它这个专利的原理 自己再去制造这个这支笔呢 跟它这个同款式的 能够有同样的功能的这个笔呢 这是不行的 因为我今天来讲 如果我去反照了它的专利的技术 那我是构成专利的侵害 所以我认为这个专利权的耗尽原则 实际上是要解决这个专利物品的 所有权人 能否自由地使用收益处分 它跟专利权应该是没关系的 所以基本上面 只是拥有这个专利物品的人 他可以自由地去使用收益处分 他可以把这个笔卖给人家 送给人家借给人家 但是他不能够去制造这支笔 因为这个专利 并不是我购买的所有权人的 这支笔应该还是专利权人所有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我就觉得专利权耗尽理论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分开来就谈它的 因为专利权它并没有耗尽 专利权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主要就是在增品平行输入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的 我们的一百年的这个修正条文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百年的修正条文 我们一百年的修正条文上面说 这个发明专利权制效力 不及于下列各款形式 第六款 说专利权人所制造 或经其同意制造的专利物品贩卖之后 使用或再贩卖该物者 那上述制造贩卖不以国内为限 那前三 前向第三款 第五款跟第七款的十四人 限于在其原有事业目的的范围内 这个能够呢 它继续的来利用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条文里面呢 那显然是对于专利物 它还没有提到所谓专利的物品 或者是专利的物质 这个地方它是讲到的是专利物 那这个解释上应该是指的专利物品 那专利物品呢 它的这个 如果在贩卖之后 那么对于这个制造人 它你不需要再得到制造人的同意 也不需要呢 得到它的这个允许 你就可以自由地去使用 这个或者再贩卖这个物品 那显然这个是物权嘛 它跟这个专利权是没关系 因为你只是在贩售而已嘛 那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 我刚才讲到就是 真品平行输入的问题 真品平行输入 就是假设现在有一台 这个具有专利的 一个电脑的产品 这个我在这个台湾 我申请了专利 那我现在在中国大陆 我也申请专利 那我现在把这个电脑的产品呢 我授权在大陆的这个乙公司 它生产销售 那我是假公司 我是假公司 我将这个电脑的这个产品呢 我是在台湾申请专利了 我也在中国大陆申请了专利 那我现在假公司 授权以公司在中国大陆 能够制造 能够来销售 好 那现在呢 丙公司 台湾的丙公司 台湾丙公司呢 它在大陆买了这个产品 然后呢 它申请进口 就是进口到台湾来贩售 我是假公司 我在台湾 我有制造销售这个专利的产品 但是呢 我也有在中国大陆 授权给乙公司制造销售 那现在呢 丙公司呢 它不是在台湾跟我买 它是在大陆跟乙公司买 买了以后运到台湾来 销售贩卖 那我是假公司 我能不能说 我不准它贩卖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 国际这个专利权耗尽原则 那因此呢 这个丙公司呢 它买到这个专利产品 它就可以在这边销售 这个我们叫做水货 或者叫做增品平行输入 那这种状态呢 就是现在我们100年修正 这第59条所谈的问题 那我刚才在讲 实际上这个丙公司 是没有侵害到我的专利权了 因为它只是在贩卖这个产品嘛 那如果它在台湾 它反冒 它制造 那它就侵害我专利权了 那我的专利权没有耗尽 我专利权还是存在 在那个物品上面 只是我对那个物品的所有权 我是不存在而已 那么因此呢 这个我们这个发现到说 在这个国际耗尽原则里面呢 这个专利权人对于 增品进口的行为呢 我们是不得主张专利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主张专利的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59条的问题 那刚才我们在讲呢 这59条里面的最后一段呢 就是说它只限于在 原有失业目的范围内 来继续使用 那什么叫做 这个原有失业的目的范围呢 那依照我们的 施行法第38条规定 所谓的这个原有失业 是指的在专利 申请的失业规模 但是我们查到 日本的特许法这些等等规定 我们就发现到 这个根据欧洲专利 我们也看到 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呢 这个规定在失业中 或者其失业需要 而继续实施的 如果呢 没有失业规模的限制 它没有失业规模的限制 那么因此呢 在原有的失业呢 我们就把它修正为 原有失业目的的范围 就增加了一个呢 目的范围的这个部分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 说专利权耗尽原则啊 实际上是要解决 这个专利物品 经过销售之后 能否呢 再继续流通的这个问题 好 接着我们来看看呢 第四个问题啊 就是所谓的强制授权 何谓强制授权 在我们民国一百年 对这个部分呢 做什么修正呢 我们来讲强制授权 就是一般人所说的 叫做这个特许实施 那么这个什么叫做 强制授权呢 这个我们依照 经济部智慧产局的 这个解释啊 所谓的这个特许实施啊 也就是一般人所称的强制授权 那专利权是不是呢 授予他人实施呢 本来应该是属于专利权人 他的自由 不应该加以限制的 但是为了公益呢 所以在符合法定条件之下呢 智慧产品局呢 可以依照呢 申请以公权力 允许他人的这个实施这个专利 所以我们在民国一百年呢 这个修正第八十七条 它就规定 为了要因应国家紧急危难 或者是要其他的 重大的紧急情况 那么专利专责机关呢 可以应该依照紧急命令 或者是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它的通知来强制 所有这个所需要的这个专利权呢 来这个做一个 这个专利的强制授权 并且要紧述的通知专利权人 那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话呢 而有强制授权的必要呢 那专利专责机关呢 可以依照申请来强制授权 第一个呢 是为了要增进公益的非盈利实施 第二个呢 发明或新型专利的实施呢 将不可避免侵害在前的发明或新型专利 而且叫该在之前的发明或新型专利呢 具有相当经济意义的重要技术改良 第三个呢 就是专利权人有限制竞争或不公平竞争的情势 经过法院判决或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处分 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对半导体 那么对半导体的这个技术呢 专利呢 经过第二项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 申请强制授权的话呢 那么以申请人呢 曾经以合理的商业条件 在相当极限内 人不能够呢 这个协议授权的违宪 那专利权经过依照第二项第二款的规定授权的话 那专利权人可以提出合理的条件 请求呢 来申请专利人的 这个专利权的强制授权 好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 这个强制授权呢 它原本用特许实施啊 可能涵盖面不是那么清楚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改成了所谓的强制授权 我们刚才说 这个专利权是专利权人 他自己的一个私权力 所以他愿不愿意要授权 原则上是权力人他自己的权力 由他自由来决定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专利权呢 他可能呢 有的时候涉及到公共利益 所以呢 我们就会给予他一个例外的限制 让这个专利权人 他的专利权呢 受到了一些限制 那这种限制呢 原则上呢 对专利权人当然是不利的 那么因此呢 这个各国呢 对于这个强制授权呢 他都会产生一个 这个严谨的规定 非常的严谨规定 那么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也必须要对他 做一个严谨的规定 因此我们在这个2003年呢 对这个部分呢 已经做了一次修正 那现在在2011年呢 我们再一次修正 是为了呢 这个配合WTO的TRAPS的规定 所以把它做一个修正 那这个强制授权呢 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平衡专利权 排他的一个特性 所以采用了 透过政府的公权力 来做一个限制 好 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介绍了这边 我们介绍了专利权的取得 它的效力 它的这个期限跟特许实施 那么希望呢 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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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